观众朋友 台湾珠宝的发展 已经有相当悠久的一段历史了 从一开始金跟银的加工形态 到现在陆续带入宝石的使用 一直到现在呢 台湾的珊瑚 珍珠这类的珠宝呢 已经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当中了 而会有这样的发展啊 台湾区的珠宝工业 同业工会的功劳 可以说是相当的大哦 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同去看看咯 台湾区珠宝工业同业工会 创立于1980年 成立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 而这一路走来 不但见证了台湾珠宝发展的历程 也协助台湾珠宝厂商南征北讨 拓展海外商机 领导整体珠宝产业走向国际化 同时呢 也代表珠宝产业的发展发生 成为政府与企业沟通的管道 珠宝工业的成立是从69年 5月15号成立到今天已经30几年了 它的成立是为了我们的中小企业 我们的产业珠宝产业再发展 那珠宝工会的用意 是在服务于产业跟政府的沟通桥梁 所以这个工会对于我们的珠宝产业 是极大的一个沟通一个桥梁 而当台湾珠宝越上国际舞台时 表现最闪亮的一颗星就是台湾珊瑚 在全球主要珊瑚产地当中 有将近八成的产量是来自台湾 而生长于海底的珊瑚 可分为珊瑚礁及宝石珊瑚两种 其中宝石珊瑚的硬度和色泽宝满的特色 被运用加工成珠宝首饰 也做成精巧雕刻的艺术品 深获国内外人士的喜爱 现在台湾宝石 因为两岸三地开放以来 我们台湾的宝石 有台湾三宝被大陆最重视的 就是我们宝石珊瑚 还有碧玉台湾玉 还有台湾蓝宝 这三种宝石在大陆是最受欢迎的 尤其我们宝石珊瑚 那现在两岸三地开通以来 所有大陆人来最喜欢到台湾 买的是自由宝石珊瑚 因为珊瑚代表它的福气 还有它的尊贵 稀少的宝石珊瑚经济价值高 每年可为台湾创造庞大的经济效益 不过虽是如此 身为珊瑚王国的台湾 却能做到善待海底资源 有效地管理宝石珊瑚的开采 这不仅仅顾及到产业发展 也确保了海洋的生态环境 让宝石珊瑚成为永续经营的产业 宝石珊瑚以前是最有意的 以前入本时代就有在打捞这个山湖 所以说我刚才讲的是 自由业原因在这里 那现在我们政府前几年有跟台湾 我们的珠宝工会 整个有效去管理这一块 宝石珊瑚打捞 还有它的库存什么 那我们一月时 政府一月时沙市长 也规划一个有效管理 让这个船出出去 回来都要有卫星的电点 还有卫星的监控 那打捞的地点 我们台湾 我们商场给它分成四五块 那每年几年以后 才在哪一个梯块才能去打捞 其他的地方就不能去打捞 每一个宝石珊瑚 都是得之不易 非常的珍贵 所以透过师傅们的巧手 从切磨 抛光 设计等等 到制作成成品 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 全新的投入 才能将宝石珊瑚最美的一面 呈现出来 一般天然的自然有机宝石 它的都会有天然的色泽 那特别是珊瑚 它有它的辨识的一个方式 例如像赤雪红珊瑚 它的中心点会有所谓的白心 有点像我们这个树木的连轮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辨识方式 另外就是从它的颜色光泽的自然度 可以做判别 那我们台湾呢 宝石珊瑚这外面的未来的发展 是以设计 然后以中国风 那让这些设计师有发展的空间 那以前我们是加工的 那现在是要经过品牌 然后设计师的设计 让每一件产品呈现最美的东西 现今台湾珊瑚的美 让大陆客来台 也难以抵抗它的魅力 而今后 透过台湾珠宝工会的组织 结合同业的力量 将能彻底发挥品牌行销的优势 让全世界都能看到 台湾宝石珊瑚的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